那最近这个是一位美国志工 他非常年轻 这位女士大概才二十几岁 他是个志愿者 结果被以色列的狙击手一枪爆头 这个美国这个挺以色列 当然大家知道在混乱当中 这个伤亡在所难免 不过事情闹得很大 以色列干掉了美国人 这个地点是在约旦河西亚 这个过程大概就是 他是一个土耳其一的美籍的志工 年轻人 他在这边做抗议的活动 参加约旦河西岸抗议活动 那约旦河西岸为什么会有抗议活动 就是以色列军队想要占领约旦河西岸 那他们在这边协助这些 这个约旦河巴勒斯坦民众 在抗议活动 在这种过程之中 以色列来讲的话 居然用狙击手直接面对 直接击中他头部 那就是一枪准备爆头致命的 那尤其是狙击手 以他的枪法来讲的话 那绝对是经过训练 绝对不是说物击或怎么样 而且用的是石弹 通常来讲的话 如果说是民众暴动来讲的话 或者抗议活动 你警察来讲去处理 你应该用橡皮子弹 或用催泪弹 但是以色列就是直接用 直接用石弹 而且用狙击手 就直接 而且直接命中头部 等于一点机会都不给你 那他可能那时候 在抗议活动过程之中 他瞄准这个人 可能没有想到说 他是美国籍的 那时候可能没有想到 但我特别要想到说是 这个约旦河西岸 其实对以色列来讲 属于比较一个温和的 巴勒斯坦的组织 可是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管你温和不温和 对不对 就算是加踏手廊一样 他也用加踏手廊的方式 准备要占领约旦河西岸 约旦河西岸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确实生活上面 生存上面很重要一块地域 因为这条是一条水源 那这条河水源发育 从哪里留下来 从葛兰高地 所以以色列来讲 他将来他一定会占领 葛兰高地跟越战河西岸 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之所以巴勒斯坦的这些民众 他要赶到哪里去 他用什么方法来对付 我觉得那是我们很难去想象 他会用什么手段 就像他现在对于 为了自己要生存 他不想说是跟这个 巴勒斯坦人怎么样来 做一个和平的相互 他想的方法就是赶进下去 其实现在我们从 加萨走廊很明显的看出来 他就是种族灭绝 这东西是无庸 就是一直是无庸置疑的 那他认为说是 这个约旦河西岸 这个巴勒斯坦居民跟他来讲 比较和谐 他就能够放他活路吗 我觉得也不可能 他现在来讲的话 纳赛亚胡讲的已经很明白了 他会用对付加萨走廊的方式 来对付约旦河西岸 所以后续 我觉得约旦河西岸 可能就是下一个加萨走廊 那如果说美国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可能基于 美国自己要选举 可能国际上有舆论压力 可能压住以色列的这种政府 纳坦亚胡 但是当美国选举完之后 以色列会不会就是露出 他这真灵的真面目 就开始派兵近战 这个约旦河西岸 那约旦河西岸的状况 一定会比加萨走廊更严重 那因为他们更无处可逃了 那是不是跑到约旦去 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因为约旦现在来讲 你自己要考虑 说是你现在跟以色列交好来讲的话 那他会把这些这个难民就赶到你 你约旦国境里面 还有一个好久不见的亚素营 又发布了讯息 七名人员阵亡 那大量的兵员消耗在这个库尔斯克 导致亚素营第三突击队 在这个参与反击战的时候 伤亡极惨 好 以及还有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9月7号美国CIA的局长 跟英国最高的这个军情投资 在伦敦共同出席一个活动 英美的最高情报投资 共同出现算是蛮罕见的 这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 另外还有就是这个美国 为了替换假想敌部队的 这个老师大黄蜂战斗机 盯上了希腊空军刚退休的F-16 美国要跟乌克兰去抢 这批二手的F-16 这让大家有点脑筋转不过来 你知道吗 F-16不是美国的吗 你不是可以用新的吗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 我们看到军需上的一些这个窘境 还有这个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前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刚刚下台 就去接受了波兰媒体的采访 这个采访的信息含量起大无比 他以前当外长的时候不能说 现在全说了 他说基辅每个部会都陷入了腐败的泥潭 他们每个人都是吸毒者 这是一个形容词 你想想看这个乌克兰在过去开打情 就是整个欧洲最腐败的这个第一名 后来泽伦上任以后变成第二名 也没有比较好 那到现在还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核战会不会打 真的是我们不要认为说绝对不会发生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德国的这种狂风战机 它带着核弹在那边威胁 然后我们不要忘了前两天是 普吉尼在那边说他要修改核规则 对不对 其实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形 我们真的是不要掉以轻轻 认为说这核战就不会轻易开打 因为两边来讲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那现在来讲我想说 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 俄乌战争现在最新的状况 这是我自己手绘的图 我自己手绘的 手绘 手工图 因为一般来讲 我们每天就听到这边打 那边打的 这边被炸 那边被炸 不太清楚全班状况 我现在跟各位讲一下 全班状况大概怎么样 这刚开始在这一线 现在俄乌双方在这边 南边这一线 这个顿巴斯就是这边 那北边来讲 哈尔科夫跟库斯克是这边 这很明显的 整个乌克兰是被夹在中间的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被夹在中间的 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红军村在这边很重要 你看如果说是红军村被攻下来 那标示比较明显是出的是主要路线 那现在如果说是红军村被打下来的话 乌克兰是不是就被夹在中间 完全动不了 那原来的话 这个乌克兰它想要打造库斯克的目标 其实也是想要制造一场核子爆炸 这个库斯克是什么 是一个核电站 它假如占领核电站以后 将这个库斯克核电站做一个爆炸 那整个核污染造成 这个俄罗斯本土之内有核污染的话 它的效果不会低于在这边丢一颗核子炸弹 所以说我觉得原来乌克兰的 这种孤注移植目标是打到这边 把这个核电站占领以后 拿这个核电站来威胁俄罗斯 可是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它失败了 那这个地方大家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罗夫迪夫卡这个地方已经被俄军占领了 红军村现在距离大概只有三公里 那各位我想这边应该就很明显看出来 乌克兰已经被夹在中间了 已经被夹在中间 在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说是俄罗斯再加一把劲的话 很可能在今年冬天以前 就会结束这场战争 这句话不是我讲是泽敦斯基讲的 秋冬之前他认为要结束战争 那紧接着下来是谁换谁战争 可能就是北欧要上产 所以说这个时候德军在这边 他开始演练核子武器的威胁 会不会紧接着下来就是换德军战争 因为波兰来讲一直跟这个俄罗斯来讲 有很深的历代的深仇大亨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俄罗斯跟德国把这个波兰瓜分了 所以波兰来讲的话他对俄罗斯来讲 有深仇大恨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当乌克兰战败之后 不只是代表北约的失败 美国的失败 甚至于说是对欧洲本土来讲 他有感觉到威胁 所以我觉得德国这时候 会在这边携带核弹的这种威胁练习来讲 对 是针对乌克兰来讲 他战败以后后续的准备他上场的组织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